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在创业之前的一个合作案例 就是我在帮一个家具工厂卖家具 然后之后他断我的货不再让我卖 就是跟我合作关系破裂 那因为当初不晓得没有签合约 所以他觉得说 我这样在网路上卖东西卖得还不错 所以他之后就断我的货 说他自己要弄他自己的网站 然后不再供货给我 我之前帮他的那些东西 他就全盘否认掉 这个就是诚信的问题所带给你最大的伤害 如果这个人没办法在事前 你跟他签合约 一定要白纸黑字去签合约 可是有些人就算白纸黑字可能也没什么用 更何况是没有在白纸黑字的状况下 那你跟这样子的人合作呢 你其实对你自己是很伤害 伤害是很大的 你可能之前的努力全部都白费掉 然后又要重新开始 那第二个重要的要注意的就是 我刚刚讲的专业能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够诚信 达到了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条件的要求够诚信 但是他第二个专业能力 没有办法符合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我曾经也受过这样子的伤害 就是有朋友跟我 告诉我一个投资的机会 然后他很promise的跟我讲说 这个东西真的很棒 然后错过这个东西 机会就很少 以后可能机会不再 所以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 要去做这个投资 那他是一个老师 他是一个老师 所以他的人脉很广 那他以前也有很多学生 那结果很多学生也听了他的话 去做这样子的投资 结果呢 他投资那家公司 事实上是一家吸金公司 而且他投资这类的公司 据我所知 其实不止一家 我后来才知道 那个时候不知道嘛 就觉得说 之前当老师 这个信用还不错 然后也很多人觉得他 这个老师觉得非常好 那作与英才 心心学子都被他教育得很棒 可是他后来做这些投资的行为 就对他自己 还有对这些投资人 伤害都很大 那后来呢 我们追问的结果是 问他说 你当初说这个投资案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觉得 这真的 这真的妥当吗 那可是因为太多人做了投资 投资在他建议的这家公司身上 那太多人都没有把本金拿回来 都亏本了 亏很多钱 那这个老师呢 他也 他只能 他只能够 继续说 没有啦 这不是诈骗啦 这不是诈骗啦 这个以后他们会有妥善的处理啦 那 其实我们自己知道 钱真的是被骗了 可是因为当初因为信任他 那 那信任 他也够诚信没有错 但是就是违背了我刚刚讲的第二个要点 就是 专业能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教学本业 也许是很专业没有错 可是 他鼓励我们去投资的这个案件 这个案子啊 事实上 他本身够诚信是没有用的 他本身够诚信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不够专业 毕竟他 毕竟这不是他本业 所以他不够专业 所以即使他诚信 但是他自己不专业 所以他自己也被骗了 他自己也被骗了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是我们自己笨啊 不然怎么办 所以有很多东西 到后来你要去领悟 尤其是现在网路世界这么发达 脸书常常在po一大堆商机商机 这边也是商机 那边是商机 到处都是商机 可是你要谨慎的判断 哪些才是真的商机 哪些不是 这个要非常谨慎的判断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之外 你还要找到可以 专业能力能够让你幸福的人 他一定要够专业 而且他要够诚信 这个才能够当成合作的对象 如果说你这两个条件缺少了其中一个 拜托你绝对不要跟这样子人合作 这样是在拿自己的金钱去开玩笑 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浪费你的时间就等于浪费你的生命 所以这个要非常注意 那我们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在你的本业 其实你已经做得还不错 而且它是慢慢在攀升的状态下 那我最终肯的建议就是 持续的做你自己的本业 不要乱投资 真的不要乱投资 你不要说人家说 房地产很好啊 我去投资房地产 黄金很好不错 期货不错很好 外汇很棒 很快赚到钱 然后你就开始去做其他投资 那事实上你的本业 你的那个Best 就是你累积的那一个 那一个基本功 其实它不够扎实 那你就不要去乱投资 什么样叫做扎实呢 就是你已经达到几乎可以让你的 至少嘛 至少你可以五年十年不用工作 你都可以去支撑 那个你的存款 都已经可以支撑你五年十年的收入存款 这样你再去做一些转投资 对你来讲会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切记一定要拿闲钱去投资 不要拿你的生活费去做投资 这个也是我自己过去的痛 真的这是我过去的痛 真的很痛 所以以过来人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